来看看要选一个今天最倒霉的人 大概就是他了 这是世界高球比动赛在美国举行 但这位观众当时为了躲避一个打歪的球 他往后一退 结果就这样摔进了仙人掌丛里面 引起了所有人的惊呼 来看看他还好吗 北爱尔兰选手麦克罗伊聚精会神 但球杆挥出的瞬间 全场发出一阵惊呼 莫非小白球击中场边观众了吗 再看一次画面 麦克罗伊第十六栋 球正好停在一颗石头旁边 当他挥杆时 球杆不慎打到石头 小白球因此飞歪 场边一名观众疑似为了躲球 身体往后退 竟然就栽进仙人掌丛里 而且还是最刺人的跳跃仙人掌 这名倒霉球迷倒是很坚强 没有大声哀嚎 旁人也七手八脚 帮忙踢除黏在他背后的仙人掌 有人拿出钥匙剪刀 甚至连锐利的小刀都出动了 只是来看比赛 却意外比球星还抢劲 这位观众也只能苦笑 真的是始料未及 记得陈俊宣众报导